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 日益强大 纪利的孩子昌有圣人的德行 因为太王有消灭商咒的志向 太伯不同意 太王就想传位给纪利 再传位到昌 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 就与仲庸躲藏到南方京南的地方 于是太王传位给纪利 再传位到昌时 已经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 昌就是周文王 周文王去世 他的儿子发继位 便攻克了商 发就是周武王 以太伯的德行 在当时足以获得诸侯的朝拜 而拥有天下 然而他放弃天下 又隐藏了踪迹 他的德行到了极点 那是何等高尚啊 同学们 故事太伯三让讲完了 大家心里的太伯 是怎样的人呢 孔子在论语中 赞叹太伯 岂可谓智德也已矣 孔子为什么说 太伯是品德最高尚的人呢 大家看 太伯带着二弟离家远去 目的是成全父亲意愿 让三弟顺利继位 而父王也不会给世人留下 偏爱让位的嫌疑 这成全了父子兄弟的情意 浑然不落痕迹 所以啊 可称太伯为品德最高尚的人 那从太伯的行为 可以看出他有哪些好品德呢 孝敬父母 又爱兄弟 无私无欲 你们说 是不是这样 同学们 说太伯三以天下让 民无德而成言 意思是说 太伯几次把王位让给激励 老百姓都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称赞他 太伯他成全了父亲的心愿 做到了有爱兄弟 带动了整个社会 孝涕的好风气 是周朝享国近八百年 你们说 太伯的这个让 成就大不大呀 实际中说 太伯之笨经蛮 自好勾无 经蛮异之 从而归之千余家 立为无太伯 意思是说 太伯与仲庸同必经满以后 土著居民认为太伯有得意 追随归附太伯的有亲于家 并拥立太伯为当地的君主 尊称他为无太伯 字号勾无 太伯为什么能成为无国第一代君主呢 同学们 太伯的品德 成为大众学习的榜样 得到大家的爱戴 这就是大家要拥立他为当地的君主 尊称他为无太伯的原因呢 太伯三让的故事告诉我们 要智慧的践行 孝敬父母 有爱兄弟的品德 要行孝道 众孝义 成就德行 让中华传统美德 成风化人 家长朋友们 培养孩子谦让 他就会成为一个能够为人着想的人 培养孩子礼让 他就会成为一个有分寸的人 培养孩子忍让 他就会成为一个能够与人和睦相处的人 人生中 学会谦让 离让 忍让 不但会避嫌远祸 而且会收获颇多 孝敬父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